众所周知 12月是一年中唯一存在11月之后的月份 在这个特殊的月份里 我来向各位介绍一款优质的元宇宙游戏 Jaggan Master 顾名思义这是一款以龙为主题的游戏 它不但具有RTS和MOBA相容的游戏设计 而且参与者还能从中获得丰厚的奖励 最近Jaggan Master获得了YGG工会的支持 就是那个穿梭于元宇宙的赏金军团 点燃GameFi的菲律宾打金工会YGG 但这个上面不是写了IGG吗 没错 这股菲律宾的打金势力现在传递到了印度 YGG也就发展出了IGG 好险它们没发展成IGG 意思就是说它们是印度的YGG 印度分会 45入Jaggan Master也合作了YGG 现在IGG刚在起步的阶段 扶持的第一款内游就是Jaggan Master 玩内游 以人为本 有人的地方就有钱 除此之外 作为Polygon上的原生项目 Jaggan Master获得了Polygon Studio的支持 令人注目 有这些资源的撑腰 在这个练游市场下一下就能分出胜负 据了解 除了每日Play to anyone 玩家还会获得平台收入 早期的项目 参与的越早 赚钱的机会则是越大 我觉得Polygon Daily这条推特就说的很有道理 Play to 1的游戏场景 不再是一个短期的优势 练游已经成为未来游戏行业的一个目的 练游可以克服传统游戏的一些突出问题 给玩家带来无数的好处 就在这周 Jaggan Master将开启龙弹的MFT预售 开启时间是在伦敦时间的 12月24号的中午12点 则是我们这边的东巴区时间的 12月24号晚上8点钟开启预售 在这之前 参与过白名单的玩家 则是可以提前一天 就是在23号晚上的8点参与铸造龙弹 创世纪的参与者将会获得创世龙弹的MFT 它是会放出有限的创世属性龙弹 还有机会拿到限量的创世玩家MFT 此次预售官方放出了3000个4个的龙弹盒 还有6000个一个的龙弹盒 一个钱包只能铸造一个4个龙弹 以及4个单个龙弹 龙弹的价格在这 现在一共有13种不同属性的龙 像拥有暴击技能的龙 嗜血技能的龙 还有爆炸龙 玩家必须召唤4条龙才能组建自己的队伍 只有铸造了创世龙弹的玩家才能加入12月底的内测游戏 那怎么购买龙弹参与预售 首先我们要准备好小胡一的钱包 然后在币安交易所购买MFT 冲到钱包里面 提币的时候呢 你可以选择Polygon的网络 这个手机费会很低 这个在之前我们的工具视频有说过 然后钱包里面呢 要添加一下马蹄的网络 用Trainix添加一下 接着我们在这个Cryptware里面 把马蹄换成ETH 就可以参与购买了 非常简单 最后我们再聊一下游戏怎么玩 在游戏里面呢 龙是分四种尺寸的 体型越大 重量越重 攻击则是越弱 反而体型越小了 攻击则是越高 游戏很简单 战场分为五条赛道 玩家只需要去选择 从卡池下来的龙去殴打对手 把对面推爆就赢了 这就有点类似于 黄色战则的玩法 我们得讲究阵容搭配 下龙的时机 当然还需要点运气 现在长次的就是 官方放出了游戏时机画面 爱好卡通和龙的朋友 是不是一眼就相撞 这个就叫专业 关于Play2N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官方的路线图 首先玩家需要铸造龙的MFT 然后通过对战游戏 赢得这个游戏的代币 图腾币 这时候你可以选择将图腾币 卖出货的提现 或者用作你孵化宠物 这就作为消耗 如果你不卖的话 你也可以用它去挖自己代币 DMT DMT还有种作用就是 可以去修复你的龙的耐久度 因为参与战斗的宠物 它是会掉耐久的 这样整个游戏的经济系统 就形成了闭环 除此之外 游戏还有传奇龙 玩家可以通过随机繁殖获得 及其全套的玩家 可以向Jagan Master的市场 获得永久的分红 每日的交易费用 就是这个交易的所需费 ETH 收入将通过智能合约 自动支付到玩家的钱包里面 市场将决定它的价值 做好一款游戏 很简单 做好一个经济系统就比较困难 同时做好游戏和经济系统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Jagan Master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好的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啊 我们下期视频见